今天蒸了一锅笋肉馅的包子 咸香入味,特别好吃 一出锅我就吃掉三个 这个馅料用来包饺子也是非常好吃哦 先来准备300克面粉,加入3克酵母 一小勺白糖 用165克的温水边倒边搅拌 搅成絮状以后加入一小勺猪油,把它揉成团 再把它移到案板上揉光滑 面揉光滑了,蒸出来的包子表面才会光滑细腻 然后再盖上保鲜膜,饧发到两倍大 再来准备馅料,把五花肉切成丁 准备一包糯米笋 这个糯米笋非常嫩,直接炒着也是非常好吃 先把它清洗一下,再切成丁 起锅热油,把五花肉煸炒出油 再把切好的糯米笋放进去,翻炒一下 再加入屏幕上的调料,把它炒到入味 最后再加点葱花就可以出锅了 放两倍用 饧发好的面团成蜂窝状,有很多的气孔 把它揉搓排气 搓成长条,分成大小相同的剂子 取一个面剂 擀成中间厚边缘薄的面片 放上馅料 用自己习惯的手法包成包子 只要馅不露出来就可以了 300克面粉包了12个 全部都做好就可以开始饧发了 直接放到蒸屉里,饧发20分钟左右 按上去有回弹就可以开始蒸了 水开上锅,蒸12分钟 焖3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